来,一二三 每个星期三早上 慈禧志工林文娇的卡车上 总有两位环保志工随行 林沐昕患有小儿麻痹症 而林静强是一位文雅人士 三年前半做环保 没有一年多时间 我们就是要走到他们家去摇 多次的摇曳他们就会来 这样就觉得说 能够有一个地方让他们去 打发时间啊,去发肥啊 做环保很熟练 林沐昕虽然行动不便 但他仍然坚持要做环保 我没有跟我做 在做这个工工 为什么要做环保 我应当 还有呢 把握分秒欢喜付出 林沐昕的建立精神 成为环保志工们学习的对象 他一个只要行动不方便的人 他们都能够这样子的付出 看到他这样子的坚持 还有他的毅力 是我们一种推动力 环保战中还有一位默默分类的志工 林敬强是一位荣雅人士 他的无声世界让志工学习如何更加细心 因为他听不见 我们就是要用心 很大声的喊都没有用 因为他听没有 就是大概大概跟他比 这样子他就会了 所以有些时候是要调整自己 身体障碍不影响在人群中付出 林沐昕与林敬强 要用自己的方式 为守护大地尽一份力 待新闻刘海伦带回答 马来西亚报导